我們今天講的是會讓大家變有錢的理財工具ETF 那這個ETF最近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夯 那立方自己這幾年也開始都在做ETF的投資 事實上我這一次剛剛要來電台的路上 捷運上我還是拼命的下單了 我都是下那個債券的ETF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就找到一個我的好朋友 同時其實他最近出了新書叫做ETF存股 我們的余果 那我也是這本書的推薦人 所以呢我就請我們的作者本尊余果先生 來跟大家來分享一下他這個存ETF的存股之路 他是怎麼樣走到這一天 那我呢剛剛有跟他聊過 他其實是2007年一路存股跟存ETF到現在 2007年大家印象有發生什麼事 雷曼兄弟要倒閉錢 所以2008、2009遇到了金融海嘯 換句話說我們余果在我們的市場高點的時候 就進場對不對 就遇到了這個人生第一次的這個金融海嘯 那立方姐更早 因為我是遇到那個2000年的科技泡沫 所以就是心臟越來越強大 所以我們今天就請余果好好的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是怎麼樣去推薦跟走上存ETF這條路 那我相信余果你先跟大家打個招呼 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余果 好余果你自己本身我知道你也寫部落格 然後就是你的粉絲專頁 其實長期都在分享這些ETF的理財的觀念 那但是呢 ETF是你第一個接觸的理財工具嗎 2007年照理說 市場上的ETF應該也是比較少吧 對沒錯 對其實我剛剛那個立方這邊講的 我稍微修正一下 我們07年開始投資的時候是買個股 喔股票 ETF是從1718年才開始 1718年 OK 那07年剛開始投資的時候 找個股嗎 那時候剛開始工作有賺錢想要投資股票 趕快讓自己變更有錢 所以但是股票投資就不知道從哪裡開始 所以就去翻雜誌 去書局翻書 所以雜誌是找標的 會有很多專家推薦的標的 然後翻書就看 研究K線研究這些技術指標 然後從那邊開始去學去了解 那一開始07年第一次買的股票 運氣很好就有賺錢 賺了兩三千塊就賣掉 OK 對 那也是標的也是看來的 那賣掉就覺得有賺錢的先賣掉好了 那時候就覺得 原來股票賺錢還蠻簡單的 對啊 這樣就賺個幾千塊 真的兩三千就可以吃個大餐了 對然後就開始加碼 就開始把我銀行債務裡面的錢 盡量放到股市裡面去 那標題怎麼挑呢 繼續找看更多財經新聞 書籍雜誌開始去翻 對 那很快的 那時候我記得那時候很流行的是 什麼太陽能光電 這類的面板 那時候好像在推兩兆雙型吧 所以我就買了很多綠能 這類的東西 然後而且股價也蠻高 幾百塊 然後很快就碰到08年級 很慘了吧 對我那次都賠到60% 我印象中大概賠到一台車吧 不到百萬的車 但是那時候還是覺得很痛 對那後來那時候股市到08年最低的時候 跌到跌破四千點嘛 三千就買多點 對我剛好就賣在那個時候 超神奇的 你真的就是典型的散戶 最高殺低耶 而且殺在最低 最低 對我都不知道怎麼挑的 所以你那時候是菜心就算了 全部賣光光都不要再碰了嗎 對看不下去了 就覺得再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剛才先賣掉停損好了 等再低一點再買回來 結果沒想到我賣的時候 剛好就是最低一點 是啊 然後後來就反彈嘛 反彈都覺得這一定是假的 因為之前有反彈過去就下跌 這個不要理他 一定會再下跌 所以你有研究過技術線型 這個反彈一定是假反彈 對 然後他就一路彈到六千多點 我就都沒有再買進過 真的 這是一個很印象深刻的經驗 真的 我想如果你的經驗 應該我們的聽眾朋友 或觀眾朋友應該很有感啊 因為我覺得多數的散戶 都是從失敗中去體驗到 原來股市是這麼血淋淋的一個市場 對啊 對 然後 後來呢還敢買股票嗎 後來就覺得 錢一直放著也不是辦法 雖然說賠掉很心痛 可是一直放著也不會變有錢 對 所以那時候開始 進入海嘯之後不就流行巴菲特了嗎 這時候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在台灣就變得很流行 嗯哼 然後就開始研究價值投資 喔原來研究財報 大概就是懂了他的概念理念 好那我會開始用這個方法去找股票 嗯哼 這時候開始又有很多所謂的 價值股啊 適合長期擁抱的那些個股 什麼民生消費用股啊 對開始挑 有些電池類股也是啊 嗯 然後我就 從中去找 可是這個找的時候 呃 存個股要讓我碰到一個困難點 嗯 就是 那時候巴菲特說 你要找出他的基本價值 嗯哼 然後當他的股價跌破 跌到基本價還要低 比如說低%是10%我20的時候才買進 嗯哼 等他漲回人家所謂的燕屁股 嗯哼 等他漲回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抓到價差 嗯哼 但是景氣好 股市好的時候 然後根本沒有讓股票是低估的時候 所以你有可能等三年都等不到低估的價格 嗯哼 對一直等也不是在辦法 好吧那看到一個 在我計算合理價差不多就買進 嗯 買進之後 台股是前跌市場 但是個股只要成交量不高的話 很難 股價就很難會有漲跌 嗯 所以我那張股票就爆了兩年之後 嗯 小跌一點都沒有漲 我就受不了 我又賣掉了 可是你不是要價值投資嗎 對但是 而且還是合理價嘛 你是本益比幾倍 例如15倍還是18倍的時候買進 應該也是可以等待他 但是 可以跟投資人分享一個 嗯 一個想法就是 畢竟這個合理價格 是你自己算出來的 嗯 然後公司也是你自己找的 嗯 其實我在分析 我們在分析公司的時候 裡面套入很多個人的想法 嗯 你也會聽到專家的講法 但是專家的講法 也不一定是準的或是對的 嗯 所以當我爆了一兩年都沒有動的時候 其實你很容易就開始產生自我懷疑 對 會灰心 對嗎 我有看對嗎 真的 那如果我看錯 我還在繼續等他三五年嗎 到底什麼時候會漲 也受不了的時候 你看別人股票都在漲 只有你的沒漲 你就賣掉了 我覺得投資個股難度在這 但那時候你只有買那一 只有買那一檔嗎 嗯 還是你手上的大部分都是這種情況 那時候走價值投資主要是 那一檔讓我印象特別深刻 嗯 但其他的也是有些可能是等 三個月六個月 嗯 等到受不了 有些甚至是剛好碰到下跌 我就賣掉了 那我講的那一檔 兩年是最長的一檔 嗯嗯 然後我賣掉之後過兩年 然後2020年嗯哼 疫情之後突然整個電子股 所有電子股都飆上去 它就漲了一倍多 哇 那我相信 我覺得等不到那個時候 尤其是疫情發生的時候 真的真的 對啊 所以這些投資讓我覺得 我之前學那些技術分析 或是個股 基本財報分析 嗯 都有執行上的困難度 嗯嗯 對所以後來 其實我在17年的時候 就開始在接觸這個 所謂的指數化投資 嗯哼 那指數化投資最主要的 投資工具標的就是ETF 是 對那時候才開始花時間研究 嗯哼 可是一開始其實還是蠻抗拒的 嗯哼 因為 指數化投資 通常講的年化爆炊 大概就是7%到10%左右 嗯哼 好少喔 好歸嗎 一根漲停板就7%了 我等一年才有7% 而且又不是保證7% 嗯哼 所以其實那時候 對於想要快速致富的 當時的我來說 嗯哼 覺得是很難的決定 嗯哼 可是有一天我就回顧 過去10年 嗯哼 我從07年到2017年 投資了10年下來 然後我去 整理算出我這全部投入的錢 我到底有賺到多少錢 結果 沒有賺錢 賠錢嗎 沒賠也沒賺 這打拼 白忙一場10年欸 運氣好 難刻一夢喔 對但是我浪費10年的時間 嗯 這是我讓我覺得最痛的一定 是是是 如果我用指數化投資 年化7% 我10年也翻一倍了 嗯嗯 對真的 所以我覺得太浪費時間了 那我這個方法未來10年 我也不覺得 我就能變成會賺錢的 嗯 對所以我才 改用指數化投資 尤其在2018年 我試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會覺得 喔用這個方法實在是 太簡單太安心了 嗯 對我後來08年 就主要資金都會改成買ETF OK 所以你那個時候 你選的 你手上的第一檔ETF 是什麼標的 那時候其實我是先看美股欸 喔OK 那時候其實網路上看了一些資訊 嗯 台股我反而還在看個股 但是美國我就乾脆直接買VTI OK VTI 嗯也是一個很好的標的 對就直接投資全美國市場 嗯嗯 OK 好所以就奠定了 那你在美股只有選VTI這一檔嗎 還是後來 比方說像VOO啊 一些也是 後來有開始加 有有有 對其實後來就是像你剛剛提到的VOO 或是VXUS 買非美國市場的 但是這些都是後來陸續加進來的 嗯嗯 一開始其實純粹就只是想說 那就買指數 所謂的美國指數就VTI 是比較具代表性的 對 後來才慢慢再多了解到 哦原來要做資產配置 嗯嗯 原來投資要更分散 你只投資美國還是有他的風險站 嗯嗯嗯 對所以後來才陸續加其他的ETF進來 嗯嗯 那 所謂的資產配置 其實我到1819年才有比較一個完整的想法跟規劃 嗯嗯 然後在那之後我就比較徹底的值錢 那你那個時候我想好奇問一下 你那個時候是用單比進的方式 還是你每個月是一個類似定期定額 或定期不定額的方式去去介入海外的ETF呢 我那時候買每一股是用開那個海外的券賞 哦 OK 所以他比較沒有辦法讓我定期定額 我那時候就是一整筆的資金匯出去 嗯嗯嗯 然後就自己抓時間慢慢買慢慢買 OK 對那就等於是不定期不定額啦 可是就慢慢的在一段時間之前把它買完 因為就是你持有之後後面越來越有信心 你就趕越買越多 後來就乾脆把資金全部買完 所以你那個時候呢 你你把一筆幾塊匯在那個賬戶之後 然後就是隨時你是看指數還是說你看這個VTI的這個 呃這一檔的ETF的進值的變化來決定你 是下次什麼時候要加碼呢 我通常是看指數 嗯對 但因為我們通常大概簡單看就是看道瓊跟S&P500 嗯那這兩個有點分開 一一開始我都看道瓊 後來就發現好像看S&P500比較準 嗯 後來就改看S&P500 嗯嗯 那其實雖然說VTI跟S&P 他不是追蹤 呃S&P500 但是其實他持有的個股那個 大的全值股都有 因為大的就都在裡面 對其實他的差距並不大 嗯 後來就直接看S&P500 比較簡單 嗯嗯 所以你是指數有跌 你就買 還是呢你是採取一個 就是說你手上有一些資金 那例如假設一百萬 啊你就分十次 哦 把他買完的一種方式呢 嗯我那時候沒有刻意分幾次 嗯我那時候只是覺得我可能一次就買個 買個幾千塊美金 嗯然後他可能跟我下一次買的成本有再低一點 我就再買 有再低一點就再買 所以等於是 如果可能隔一兩個月 嗯都沒有再更低 不管要上漲什麼 或者固定一段時間兩個月都沒有等到更低的價格 我也再買一筆 OK 好 所以你等於就是買進之後 你只要去看那個禁止率的 就是 禁止有掉下來 報酬率有掉下來 你就覺得說啊他有跌 那你就再買一點 再買一點 對那可是呢 在兩個月後就是可能指數一路往上 你買的這個也沒有下點 甚至都是正報酬 你還是會規律的就是兩個月 至少都要再買一次這樣子 對 但是建議這個不要學 因為那是我剛開始投資每一股 還要用指數化投資出進場的方式 其實後來 後來時間比較久之後覺得 這其實不是正規的做法 其實你一開始的錢 應該就像剛剛立方講的 如果我是一整批資金進去的話 我真的想要分開分批買的話 你應該先設好 我資金分成幾份 我在多久之間內把它買完 對那我一開始那個觀念 跟那個心態不是很成熟 所以我也是邊看事況邊慢慢買 如果有下跌 我就希望我可以越買越便宜 可是等了很久都沒有下跌 那我覺得我還是該進場 不然那個錢放在那裡也是一個浪費 好 對一開始心態不太對 你我們先講美 就是海外的ETF 再回來講台股的部分 那海外的ETF 就過去的情況 就是一路的 就我們知道美股一路的創新高 然後一直買 那遇到2022年的時候 其實全市場都在下跌 那個時候 你做哪些事情 你有沒有特別做什麼 好那個時候 其實 照理講 我並應該什麼事情都不要做 嗯 對但是我看到 其實我那時候有 心裡有判斷一件事情 因為2022年那時候 美國要升息嘛 已經在講說要升息了 對 那要升息的話 那時候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股市會下跌 然後會想 欸債券也會下跌 那有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做好 股債配置了 對 那時候心裡覺得 如果兩檔都下跌 那如果你明知道這件事情 很有可能會發生 我這樣看的好像有點傻傻的 所以我那時候做一個舉動 我把股票賣掉三成 賣掉兩三成左右 OK 然後那比錢有部分 我拿去買債券 分批買債券 但是當然是過一段時間之後 過幾個月之後還慢慢買 因為那時候 我買常債 常債那時候已經跌了有一段了 那我想我就慢慢往下攤平 等他之後 如果美國再重新降息的時候 他可能漲回來 這是債券的部分 那大概 我印象中大概一成資金左右 那另外兩成就是 在我 當時我認為的高點賣掉 然後 他稍微跌一段時間 我再慢慢一批一批 分批的買回來 對那時候心態就覺得 至少這兩成資金 比我當時的成本 還要低的 對 所以你等於是所有的部位裡面 你大概就是 七成還是持續的 hold住 然後剩三成的部分 就是有先在相對高點的時候 去獲利了結一批 然後把它轉到 部分的去轉到債券類的 ETF 對債券跟股票 也是重新再買回來 對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多少 一點運氣成分 因為這是我教我個人判斷 如果要升級的話 股票債券都會跌 對 那剛好2022年確實這樣跌 但是會跌到什麼時候 我不知道 所以其實我在六七月 開始的時候 我就開始買進來 買回來 對 那股市就一直跌到 我印象中 跌到十月開始反漲 對 所以我覺得這只是一個 運氣好的操作 而且債券到後來去年底 也都漲上來啦 對最近也都漲上來 12月 然後今年初又修正 然後最近又 就是 就停在那邊 對 好 那回來我想要了解一下 資產的配置 你剛好講說 你陸續開始買比較多之後 說不能全部集中 是在美股 也要買美國以外的市場 對 那這個所謂的資產的配置 你自己的概念 是怎麼樣一個 去做這個規劃 因為很多人的資產配置 其實很單純 大家說什麼年齡 去減 100去減到你的年齡 然後就是 就是那個 債券的部位 對 然後 然後還有股票的 這個朋友 可是我一直覺得 我自己是不買單 這種說法的 對 因為我自己是個非常 高風險的 追逐者 所以呢 我的股票的 資產的部位 絕對是大於債券 非常多的 雖然我今天已經就是 已經是中年了 這樣子感覺 就是要一半一半 可是我完全做不到 是 那魚果是怎麼做的呢 好 我的想法跟你差不多 但是我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嗯 就是 因為他們依據年齡來分的話 是想說你年紀越大 嗯 你的資產要更穩定 免得碰到後面 你要退休的時候 資產會碰到 因為股市大跌碰到巨幅的波動 是 但我的想法是 我現在在準備退休金 我已經知道 我是比如說20年後 要用到退休金 所以其實 我只要在最 因為股市大跌不會是跌 八年十年 他可能就是跌兩年的時間 所以我在我預計要退休的往前 大概三年到五年 我再開始調整就好 但是我在前面的15年 我全部都是用高風險的方式 去配置我資產 去累積 所以我的股票都是固定8比2 嗯哼 假設我60歲要退休 那我可能是抓到55歲 我要開始調整資產 我可能每一年就把股票 降低10% 比如說73啊 再來變64 再來變55這樣 一直調到我最終目標是5比5 嗯哼 我即使退休後 我的股票還是會維持5成 是是是 我覺得很重要 嗯我覺得通貨膨脹 平均下來 雖然說3%是平均 可是有時候很 真的很高 嗯哼 那你還是需要靠股票去充斥 你的資產增長 對 那債券零的利息 就能零多少算多少 真的不夠的時候 再回過頭來買賣股票 嗯哼 對這個我是很認同余果的說法 因為老實說 我們一般人在存退休金 這件事情上 我覺得蠻存在蠻大的迷思 迷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好我 我可能退休前 大家不管我說我要存到一千萬 或我存到兩千萬 或我存到一千五百萬 大家都會覺得說 好像我存到這筆錢之後 我退休了 嗯我就開始花這筆錢 對 一直每一年花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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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開 就可能花到我可能85歲 其實不對的 你這樣子花法 一定會把錢花光的 然後你把錢花光哦 你可能還走不掉 因為現在平均余命 你可能活到九十幾歲 所以呢你這 不管你存到 假設這一千萬或一千五百萬 請你在退休的時候 你一定啊 就還是要繼續投資 那你每一年 你不可能 你在退休那一年 你就花光你的一千五百萬吧 所以你可能一年 假設你花個 假設八十萬 那你就把那個八十萬呢 就把它變現 放在定存或放在活存 那你每個月就是領出來 好用用用用用 剩下的 例如九百二十萬 你麻煩你 還是要繼續放在資本市場 然後繼續去投資 繼續去利果利 你才有辦法 讓你這筆錢 一直花不完 對不對 對 其實我也常跟我的粉絲 或投資朋友講 投資這件事情 不是在準備退休信用 還需要用到 其實它是一輩子的 一直到你 老死之前 你都需要投資 那所以 我現在 你現在要學的投資方法 不應該是現在 在短線衝衝衝 就算今天你很厲害 讓你賺到一億好了 那請問你這一億 你要怎麼規劃 將來怎麼用 或許你可以放著慢慢花 花完了 但是如果 不是每個都滾到一億 如果你這樣滾到是兩千萬 就會像剛剛律方講的 你很快就會花完了 是是是 所以 你應該要學一個方法 是這個投資 可以讓你用一輩子的 用三十年 用三十年五十年 甚至八十年 這個方法甚至可以沿用到 你的小孩都可以用的 這也是為什麼 我學紫化投資之後 我很快都被它說服了 然後我把這個觀念呢 把它用成比較簡單的說法 就是ETF存股 大家都喜歡存股 台灣人怕賠錢 那其實在存很多人都是存個股 特別是金融股 那我想要提出一個想法是 其實存ETF更安全 而且可能賺得更多 而且可以放得更長久 更簡單的是 你連公司財報 所有公司財經消息 你完全都不用看 就是最簡單的方法 幾乎每一個都可以做得到 你講到存金融股 也真的很有感 我覺得台灣人真的很愛存金融股 可是呢 就我的觀察 金融股真的是很牛皮的股票 它很景氣循環 對 那好喔 那它股價這麼的牛皮 那這樣的區間的變動 它漲也不會漲 真的是暴躲這樣子 那可是它的股力啊 其實就是很實 像升息大家都說 升息循環 感覺上 對金融業很有利嘛 對 請問你看一下股價有多噴發到呢 沒有耶 那你看今年金融股的 相關的股力政策 不管是配股 很多家都是讓股民失望的 對嗎 因為去年因為疫情 才到疫情 防疫險 防疫險的很多其實是發不出來嘛 那甚至有些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一個網友 他其實是 就是把所有的身家 all in 在開發金 就開發金今年根本沒有 他還去房貸喔 然後借了房貸出來 all in 在開發金 結果根本沒有要發股力 所以那怎麼辦 那你要用這個來做退貨金 我真是覺得單壓一個個股 真的是風險是很高的 但ETF相對就分散 那如果我們剛剛談的都是海外的ETF 也有講了到一些標的 那國內的ETF呢 你後來是怎麼回頭去看 然後在國內這麼多 現在我覺得雨後春水 有很多產業型的 什麼5G的電動車的 然後ESG的一大堆高股息的 那你會推薦我們投資人會怎麼選 那你自己又是入門選哪些 其實一開始大家如果講ETF 一定都會先提到0050 那其實台股的ETF 應該有上百檔吧 那其實很多是債券 那股市型的ETF 我一開始先注意0050 後來發現有幾檔其實都還不錯 那也推出一段歷史了 我在我這本ETF存股這本書裡面 我就有列出了 我覺得台灣有幾檔ETF是適合長期存的 我的長期值都是20年30年50年這一種 不是35年喔 那適合存的ETF 我覺得也要符合一個基本條件 第一個就是它的產業要夠分散 所謂產業夠分散就是 我們在講0050好了 比如說0050它選的條件是市值前50大 它今天的條件只有一個 市值夠大你就可以進來 所以另外換句話說是 我不管你做什麼 你都可以進來 所以你看看0050的成分股 它很多產業都有 但只是說台灣的市場 比較偏重電子業跟半導體業 所以它的成分股一定佔比比較大 可是其他的話 他只要看市值 所以其他產業也都有機會進來 那換到其他的 有的人覺得 我光看市值好像不太好 因為有可能一些不是很好的公司 他只是炒作股價炒高了 他市值進前50大 他也被選進來了 所以有的ETF開始加入一些公司的判斷 比如說 舉例來說00692 公司治理 他裡面就要審核一下 這個公司的治理條件如何 有沒有符合他的分數 簡單講就是有點像00850的ESG一樣 那他還要看公司的營收成長性如何 然後把比較差的公司先剃除掉 選出前面100檔 所以其實我光看這個 我自己就 其實我自己就比較偏好00692 為什麼 因為我投資ETF為了是 一個主要出發點是要分散 0050是持有50檔 但是00692持有100檔 所以光這個我就夠分散了 那100檔代表的意思是 我中間還有一些高股息的中小型股 也會被選進來 中型股沒有到小型股 會被選進來 所以其實00692 股價上跟0050很接近 但是有時候股息他又可以比0050多 對長期下來 他並沒有比0050差 對所以有很多這類型的ETF是可以選的 好喔那我們謝謝余果他的分享 那我們下一段節目再回來 繼續聊我們這個ETF 那立方這邊也有一些分享的標的 發現英雄所見 今天邀約的是我們的ETF的存股的作家余果 來跟我們聊一下ETF的這個 怎麼樣去做投資 怎麼去存 那我們在Youtube同步有直播 歡迎我們的聽眾朋友網友 也可以來問我們相關的問題 那我們一早已經有一些留言 其實在講感覺上是他對某些個股的 預測的目標價 那謝謝你的分享 然後還有一個網友 就說周休三日 因為最近好像也都是在炒這個議題 那立方是個人覺得 如果台灣還要在周休三日下去的話 老實說今年以來台灣的很多的經濟數據 都是不理想的 對然後我們的外銷的出口的數據 也都是下滑的 那我們的景氣還是持續的藍燈 但是我們政府竟然 軍公教又要調薪4% 這個也是我滿傻眼的 那宣布之後的確有很多的 產業界 甚至一些學界的一些大佬們 都出來抗議 就說這樣子的經濟情況 是憑什麼可以加薪 是滿多問號的 但是這是個政策 更於針對軍公教的部分 我們就不予置評 那周休三日這件事情 我是覺得暫時應該有可能還不可行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努力的上班 然後維持一點我們的經濟的競爭力 那我們真的是除了靠投資之外 我們工作的本業的收入 其實我覺得還是很重要的 不是只有靠投資 不過我們回來繼續聊我們的ETF 好那剛剛余果有跟我們分享一些標的 他有提到一個我覺得很好奇的 我自己也是認同的 我在外面講課也會推薦 就是你有推薦一些中型的ETF對不對 對比方說0051 對像剛剛這個所謂的00692這樣子 對標的為什麼呢 因為出發點 可以再深入講一下 出發點很簡單 因為像我一開始我有提到說 我在美股第一檔買的是VTI VTI其實持有美國股票將近四千檔 那他的內容包含全值股 大型股 中型股 微型股都有 小型股都有 所以他等於是涵蓋全市場 但是台灣並沒有這樣子的ETF 台灣最有名的0050 就只有50檔而已 所以如果你想要像美國一樣涵蓋全市場 補充一下 因為像股市有一些循環 有時候是漲大型股 有時候是漲中小型股 但如果你只賣大型股的話 中小型股在漲的時候 你就是吃虧了一點 那你為什麼不兩種都有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 那其實如果你想要走 比較指數化投資的話 你應該0050跟0051都買 0051就是市值第51到150的 這100排名 所以兩檔都買的話 你就可以擁有台股的錢150大 這跟我一開始買00692的概念差不多 只是我持有的是100檔 對 這個也是我認同的 因為立方相對的投資資歷比較久一點 比較久真的沒有比較厲害的意思 但是就年紀比較大 那我過去過往其實就是有做台股的基金投資 其實我對於台股是真的非常有信心的 所以我自己手上 我台股基金的部位也很多 但是我在台股基金 我一定會選一個就是大型的 跟會去搭配一檔中小型的基金 因為我發現就是說 剛剛雨果說的沒錯 有時候這一波就是漲大型股 可是當一個股市從低一點反彈 開始上漲的時候 你會發現中小型的股的股性比較活潑 所以它漲幅會比較大 會拉的比較快 所以它靜值對報酬率的幫助會比較大 那我覺得既然我對台灣有信心 那台股裡面有大型股有中小型股 是一樣 我覺得就是一個配置的概念 那其實換到ETF其實也是的 所以我每次啊 以前我都會推薦0050 後來我這幾年就開始轉 推薦006208 因為都是50檔 那搭配的就是0051 就是台灣中型的100檔 的一個ETF 其實我蠻希望有捐商可以推出 新的ETF 是買進台灣前200大 或是300大市值的ETF 如果有這檔的話 一定把現在手上的ETF 全部轉去那邊 就轉去那邊 OK 好 那回來我們繼續聊 就是有關 我覺得不管是我們在存 像我自己有小孩嘛 那我們會存子女的教育金啊 那存個人的退休金的部分啊 那我剛剛有提到一些 就是大家在存 就是不管用審命啊理財工具 用台股也好 用ETF也好 其實我覺得 我常看到的一些迷思 就是會這樣子 我也知道我要存 我也知道我存這個 就是為了我可能十年後退休 二十年後退休要用的 對 那我就應該說定期定額 或有遇到低點再加碼 定期不定額的概念去做 可是啊 有時候就會遇到那種很熟養 什麼叫很熟養 像這一波台股 來到了一千六百多點 可能會上工一萬七 那感覺上你手上有一些標的 如果你之前有陸續買的話 現在的報酬率其實都是很漂亮 都是獲利的 對然後你就會覺得說很熟養 我就覺得既然股市還是會再下來 那我是不是應該把現在獲利的這些 我先賣掉一些 然後呢我等他跌下來 我再去買回來 會不會 如果你自己是怎麼克服這種心魔 還是你自己也有這樣做嗎 那你怎麼去做這個 這個調節 好對這個心魔 其實我自己也是 我剛剛我們剛剛講到一個 是好的例子 我在二零二零年賣美股的時候 剛好他下跌 我有賣掉 在相對高點賣掉後面是低檔 再慢慢接回來 這是好的例子 但也有壞的例子 就是在疫情的時候 二零二零年疫情 這個覺得 哇這比金融海嘯還要嚴重 這沒有跌個五成怎麼可能 所以那時候就賣掉了一些持股 想說等後面低檔再接回來 那我現在的習慣是 我賣股票不會全部都賣 我大概頂多賣三成到五成 因為你要知道 你永遠都有可能是錯的 對 所以我那時候賣掉 我賣掉好像三四成吧 不到五成 然後疫情 想說等疫情好一點再回來 結果沒想到他跌 沒多少他就馬上反彈 而且從以前的高點一萬二 彈到一萬八 那時候真的覺得太誇張了 二萬 但你就錯過了這一點 對 所以我就經歷過這些事件之後 其實我自己現在就更堅持 我其實比較有信心做定期定了 其實我自己的主要方法是 每個月固定在券商設定 我有設定每個月固定扣款 比如說我就扣款兩萬塊 我這時候就不管股市高或低 完全不用預測自己扣 但是我可能另外有保留 存五千到一萬塊 另外存下來 那這筆錢是做什麼用的呢 這筆錢我會另外存在一個戶頭裡面 比如說叫做存股基金好了 那我這個戶頭裡面的錢呢 我會留著如果放幾個月 甚至半年 如果這段時間 我有突然緊急需要用錢的話 這個是我彈性可以運用的錢 如果過了幾個月半年之後 這筆錢都沒有需要用到 我就把裡面的錢拿去買股票 這是我的不定期的單比加碼 那單比加碼條件 你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有時候我可能覺得 最近剛好台股有比較明顯的回檔 我就買 或者是我覺得時間差不多了 等不到什麼回檔 或是現在在盤漲 我也買 反正就是把手上的閒錢 都把它買進股票去就對了 只是我兩種方式同時做 所以你基本上手上其實有閒錢 你剛剛說可能每個月五千塊 那你頂多就是放半年 然後呢半年後 這個錢沒有花掉 也沒有急用掉 那你就一定還會再把它投入 資本市場 進去買ETF 讓他長大 對 OK 所以這個是真的是 資金運用很有效率 因為很多人其實還是會把錢 放到那個定存 然後要不然就是放到一些 比較固定收益類的商品 那可是呢 他就會覺得說 我自己也是有這種心魔 我就覺得現在台股一千六百多點 然後呢 難道市場都不會修正嗎 對啊都不回來嗎 對 那所以說我手上其實我前一陣子 也處理了一些股票 賣掉 然後手上就是現金的部位 我就先去做部分的定存 然後可能就在等下一個這個時機點 那為什麼我覺得 我覺得我自己還是會手咬去做這種調節 因為有時候我會覺得說 我自己在不管是個股的投資 尤其個股的投資 常常有時候會看錯 那我講一個我最近的一個標的 就是也不知道是該哭還是該笑 那因為這一檔 就是我很喜歡這個老闆 這個經營階層 那他之前是其實是那個 BenQ名機的那個公司這樣子 那後來就是去做一個很大的轉型 那轉型之路大概走了五年之後 慢慢的也有一些成績 那我大概開始買他的時候 我大概是股價31 32塊 然後後來就是去年 因為2022年其實都是都在下跌 所以他股價一路就是往跌破30塊 他27 26 25這樣子 然後我就不信邪 因為我就覺得 我就是覺得這個公司的策略 然後老闆我也很欣賞 因為那個老闆其實是在法說會上 或媒體很少採訪他 現在比較多了 之前還沒有媒體很少 就只有股東會去賭他的時候 他講法也都很保守 那我喜歡那種老闆 不要很 不要吹牛的 很吹牛 就是我訂單怎樣怎樣 其實你到了你每次這樣講 那你每次到第四季 你就有沒有訂單 你就看從銀售就看得出來 去檢驗他過去的發言 你就發現這個老闆就可能 很會碰轟 可是這個老闆他的本質不一樣 他就是一個很保守 他就說我覺得今年的景氣 就是沒有想像中的樂觀 他當他這樣講的時候 我們後來我去檢驗他 其實就是他對於這個景氣 其實是持平 那如果他講就是說 這一次我覺得 我們有樂觀的預估 應該今年第四季 可能會有小幅的成長 我跟你講那就代表 今年一定會爆發 所以我就是很欣賞 那老闆星哥 所以我就一路的 二十幾塊往下買 所以我成本大概是二十七塊 其實他現在已經四十二塊 所以我就覺得我的報酬率 已經來到了 媽呀已經破五十囉 所以就是就首癢嘛 所以我大概前一陣子我就賣掉一半 但是他就持續的股價一路往上漲 那很多人就說賣掉買不回來 那我就說沒關係 我就等他儲全息 那時候再看看 對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也是有那種很熟養的時候 不過我覺得是我的個性跟我的工作屬性 就是我們一直都是很貼近牌面 一直在觀察一直在看 可是對一般的投資人一般的人來講 我覺得他並不是有那麼多的時間 要去看牌 或是像我們打開APP 看一下這檔ETF的禁止的變化 或這個基因的禁止的變化 我大概就可以預估現在這個點 是他歷史以來的相對的低點或高點 所以就比較容易去下判斷 那對於一般的投資人 我覺得還是建議像雨果這樣子 你可能就是定期定額 也錢不用太多 就是小額就好了 然後去做一個分散 三檔到四檔 這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去投資 對嗎 像我自己也是類似這樣的經驗 所以後來我現在都幾乎 我會看盤 但是我不會很仔細去看金額多少 所以有時候 有朋友問我說 現在哪一檔ETF 現在價格多少錢 我全部都不知道 不知道 我只有概念是0050 大概120左右吧 其他的多少錢 我都不知道 008718 18塊左右 其他我都不知道 然後說你真的很誇張 你有在做股票你都不知道 我真的沒有在看 反正你就一直買 我要用錢的時候是20年以後的事情 我現在看那麼多幹嘛 反正 漲高跟跌跌的 我也不會做什麼動作 OK 那你自己在 因為我知道你也經營粉絲專業嘛 也有遇到很多的網友會問你問題 你自己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些 就是這些網友在理財上 或者在做退休 或做存股這件事情上 常遇到的盲點或迷失是什麼 我覺得也可以說出來給我們的聽眾朋友 好好的參考一下 好我覺得大部分人都有同樣的毛病 包括我一開始投資的時候也是 我們都太想要短時間內便有錢了 我們想要透過股市翻身 但其實你認真想一下 全世界沒有幾個富豪是透過股市翻身 大家都是做本業創業起來的 投資家他也是拿大家的錢來投資起來的 所以因為這樣的心態 所以而且我覺得越貼近市場 越常看股價 你股票越抱不住 因為你可能容易就會產生想法 我是不是該做什麼動作 哇今天漲8% 我要不要做什麼動作 其實都是我們自己想太多 是 我們也不用去預期說 這樣股票會漲到哪裡去 他有可能漲三倍 可是你可能漲50% 80%你就賣掉了 真的 這也是為什麼 你在說我嗎 好像剛他就是這樣的例子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 那因為其實買個股你會怕 我知道這個原因 買個股你會怕 你不知道這個公司會到哪裡去 但是你買ETF的時候 就不能有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先講到這裡 我們下一段節目再回來 今天請到的來賓 是ETF存股的作家 是余果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個人有關 這個ETF的投資的部分 他的心得 他的心度歷程 那我們上一段節目 有講到就是說 他其實也有很多的粉絲跟網友 那他看到哪些 就是常見的理財的盲點 那我們繼續來講這個 不只一個嘛 對蠻多的 像剛剛提到最常見的就是 常常在看股價一直覺得 現在是不是漲高要該買 漲高要該賣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猶豫 其實 如果你心裡已經想好說 我就要做存股 我知道不管是存退休金 或將來比較長期的規劃的話 這些短期的波動其實都不要看 講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有的人做當從 他要看五分線十分線 但是有的人看的是日線 有的人看的是周線 有人看的是月線 那你越貼近去看 你的波動 每個波動 看起來都很驚人 可是你只要把時間 一拉長之後 那些波動 其實就是很小的微波動 根本就不影響將來的結果 對 所以就是投資人不要太貼近價格 然後還有我覺得 還有常被問到一個問題是 如果我今天有一大筆錢 我可不可以單筆買進去 還是我要分批買 幾乎每個人都會問同樣的問題 所以後來就把這個問題 我把我的想法寫在書裡面 那我簡單幾個想法 就是如果這筆錢 我覺得用什麼叫一大筆錢 我覺得要有一個標準 十萬算大 還是一千萬才算大 一千萬吧 對 那我覺得有一個 我把它定一個標準 就是兩個方向來看 一個是 如果我現在的資產 已經有五百萬了 那我今天突然來了一筆五十萬 五十萬是大錢嗎 我認為不是 因為它只有十分之一 沒錯 為什麼這十分之一不是 因為我今天就算是攤平 我去分開拆散買 讓我的成本節省了十%好了 那我的十分機 再節省十%是多少 我不過是少賠 多賺一%或少賠一% 其實對你的總資產來講 並沒有真的影響那麼巨大 然後另外一個方向來講 假設我的目標資產 是三千萬好了 我今天手上拿到了一百萬 這一百萬是大錢嗎 有可能你當下資產看起來是 可是對我的目標三千萬來說 這一百萬不是什麼大錢 它不過就是三十分之一 對 那三十分之一 你再省下10% 也不過就是0.3% 對 所以我覺得 0.33% 所以我覺得 這個錢相對來講 它不是真的什麼大錢 我都會建議你就單批買進去就好 但有些人 其實大部分都是屬於心態問題 如果你心態沒有辦法接受 五十萬一百萬就單批買完 那我建議你可以這樣做法 你可以分批分成十二個月買 但是你要在一年或兩年之內 把它全部買完 你等得越久 你因為你以為它會下跌 所以你才不敢整批買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那如果它是上漲的 你是不是越買越貴 所以要嘛你就把它分成一兩年內 分批買完 另外一個方法是 你錢一樣分一半 一半先單批買完 剩下一半分批買 如果它上漲 你有百分之五十的錢 撞到這波上漲 如果它是下跌 你還有百分之五十的錢 去談評它 對你可以沒有賠到去談評它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法 對於處理這個心態來講 還蠻好用的 OK 對 這是一個很務實的建議 像我自己啊 其實我都會 我已經比較不會一次O-In了 那但是我就說像 比如說五十萬 我大概就是分成十萬分無比 然後就這樣子陸續買進 那因為老實說 我們在投資市場這麼多年 連巴菲特都做不到 買在最低點 對 賣在最高點 那這個是神人等級 沒有人做得到 那好的方法就是 你透過一個好的一個交易的策略 來努力的讓你的進場成本 比較相對的平均的低就可以了 那什麼叫一個好的策略 其實我覺得就是定期定額 那假設你手上有一筆資金 假設一百萬 那你就分成十筆啊 或者說我膽小如鼠 我這樣子一次要投十萬很多 那沒問題啊 你分二十筆啊 對不對 你二十筆你在一年多 每個月也是可以執行完畢 或者是你把這個執行的週期 變成半個月一次 你也是可以執行的完畢 十個月就可以執行完畢了 所以我覺得你就不用去想那麼多 未來十個月 其實市場的變化也很多 很不一樣 我可能會到了一個高點 然後又下來 我也可能慢慢的 一路的往上漲都不回頭 這也是有可能的情況下 對 可是你分批進場的好處就是 好歹 你可以確定一次 如果它一路漲上去 你進場的第一筆資金 就是你這一波資金裡面 最低的點 賺最多的一筆 是啊 那有什麼不好 那何必要一直等 一直等 我一直有一個觀念 我不斷的去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要打 就我們講球賽來講好了 你要怎麼去贏得一場比賽 你一定要進場打球 你一直在場邊 拉拉隊 拉拉隊 加油 加油 請問你賺得到錢 你可以贏得到球賽嗎 贏不到嗎 因為我也是 只是場邊的拉拉隊 所以你一定要錢 要進場 進資本市場去 跟著一起市場裡面去漲或跌 對啊 我覺得建議可以回去看一下 2020年疫情的那一段 跌三成 然後後面漲一倍 對啊 如果你繼續等下去的話 你可能等到一萬八 你都不敢進場 沒錯沒錯 好喔 那我們來談一下就是說 你因為我知道 有些ETF 就是台灣的 就是很愛配息 那你領到的這些息 你都是怎麼去做 做那個呢 你就是去吃掉 花掉 玩掉 還是你還是會很有紀律的 你領到配息 還是會持續的投入 我的配息沒有領出來過 全部都是在買進去 天啊 我都 沒有這麼認真耶 因為 我的想法是 我現在投進的錢 都是閒錢 然後我都是為我的退車金 做準備的 所以他今天領到的配息 這麼講好了 有人說配息就是左手換右手 那我股價跌了 配息拿到的時候 我把它花掉了 那跟你賣掉股票 把錢拿去花 意思概念是一樣的 你必須要等它漲回來 這錢才是真的賺到 可是你要想像 我們投資股票 要賺的不是價差 我們要賺的是負利 如果我股息沒有再投進去 買更多股票 我讓我的股數增加的話 其實我沒有負利的效果 我這等於在等價差的變動而已 所以我覺得股息花掉 是蠻吃虧的一件事 你想像一下 有人說定期訂了 訂到最後 那個攤品效果會很差 有沒有一開始 每個月一萬塊很有效果 可是當我資產已經到 一千萬的時候 每個月一萬塊 根本不太可能攤品的成本 可是你的股息如果是5%的話 你不管是一百萬的5% 或是一千萬的5% 它永遠都是5% 它的貪名效果是一樣的 所以你把股息花掉 其實是蠻傷的 我個人反倒會認為 你股息都盡量把它買進去 但你一開始有每個月一萬塊 定期訂額 定額到比如說 你資產已經到一千萬了 你那一萬塊就不要扣了 你拿來讓你的生活好一點 但是你一千萬的5%股息是五十萬 這五十萬不要花掉 把它拿進去存 對 加速 不要去減緩你的退休金的累積 OK 所以重點就是說 你要存退休金這件事情 一定要持續的投入 然後你把你的本金不斷的養大 對不對 那這樣子本金養大 負利的效果才是會彰顯 因為我剛剛有 如果舉的例子很好 一百萬的5%是多少 五萬 一千萬的5% 一樣都是5%是多少 五十萬是十倍 所以呢你不要去追逐那種 高報酬率我要賺80% 我要賺50% 那個真的很難 可是你一個穩穩的穩健的 年化報酬率 像我們剛剛介紹台股的ETF 基本上它的年化這十年來 大概都有10%左右 對啊 0.50 9%多 對 我覺得都是很不錯的一個標的 那其實你只要是長期累積下去 然後呢把你的本金放大 你說一千萬好遙遠啊 沒關係你就先以存到五百萬為目標 我覺得也可以嘛 你先存一百萬 然後兩百萬 慢慢的放到五百萬 五百萬的10%是多少 也是五十萬啊 對 所以如果你選到一個好的標的 我覺得是真的有機會去做到的 但是呢一定重點是什麼 錢要不斷的持續投入 對 而不是信仰啊 就覺得長高我就賣掉 很多時候你賣掉那個錢啊 你就不小心花掉了 然後你覺得那個標的會再跌價 我再買回來 我跟你講 你也再跌不下去 因為那個你那個價格一路 鏡子一路往上 你也就真的買不下去 對 那就很可惜了 對 好啊 那最後一點時間 我是請余果來跟我們推薦一下 就是說如果對於現在想要存 退休金的人 那你現在建議的標的會是什麼 然後大概給我們三四檔的一個組合 好我自己的方式喔 我是比較以美股為主 因為我希望分散 那如果我全部都買台股的話 其實我的風險是集中在單一國家 那台灣就是集中在電子股居多 所以如果要把這個風險分散的話 我會選擇去到美國市場買美股 那我的美股不是投資美國 我是透過美股投資全世界 所以我的標題會有 我一開始講到的VTI 投資美國全市場 跟一檔VXUS 投資非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地區 然後再加一檔債券 我的債券可以用BDN 他投資的是全美國的債券 包括美國公債跟公司債這樣 我做好我的股債配置 這是我的主要的ETF的配置方法 那我還是會有台股 因為畢竟我還是要用台幣 所以我的台股資產 至少會維持在三到五成之間 那台股我目前自己主要用的是 00692跟00878 我自己也會選擇高股CTF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的00692 所以我主要是讓我存20年盡量不動他的 但是我有擔心中間過程 如果我突然需要用錢的話 我還是要一筆資金 那00878的配息 可以暫時讓我拿出來用 所以我的大概是一半一半的比例 這樣子來配置台股 所以我希望 投資人建議的話 盡量投資全世界 避免投資單一個股單一產業 避免投資單一國家 單一資產 所謂單一資產就是 如果你全部只買股票 就是單一資產 你最好可以分散一點到債券去 甚至買房地產也可以 讓你的資產不要全部集中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你講的房地產 是真的實體的房子 還是劣勢像REIT 還有什麼不動產指數 這種ETF的標定 都可以 但我其實更推薦 直接買實體的房子會比較好 實體的房子 因為其實REIT的漲跌 比股市還要誇張 OK 好 那我想特別問一下 因為我發現你有00878 這個高股市也是大家很愛的 那最近有一檔好像 我覺得那個魅力串出來 就是00919 919 對 群益的這一檔 這一檔我倒沒有研究到 OK好 這個也是我目前正在關注中 目前還沒有持有 沒有推薦的意思 好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余果來我們節目 我們希望下次有機會再來邀請他